中国人认为,百善孝未先,所以在家风的传承中,孝道是最重要的。 曾世强教授指出,父母爱子女是天生的,而子女对长辈的孝敬是需要教育才会懂得的。 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,孝道是在言传身教中耳濡目染代代相传的。 那么,在现代社会的小家庭环境中,我们应该怎样教育子女传承孝道呢? 在长安家风里面,最最要紧,几乎没有哪一家敢不提的,就叫做孝道。 因为我们中华文化最重视的,就是孝道。 有一句话,大家非常熟悉。 中华文化原以义,而成以孝。 我们整个的文化是从义经来。 所以义经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总源头。 你要解释诸子百家,一定要先了解义经。 站在义经的思路来解释,那就比较保险。 但是,不管你怎么精通诸子百家, 如果你不能在孝道方面,有良好的表现, 那都是读诗书,那是没有用的。 所以中国人,你跟他讲这个,他都想办法跟你争。 讲那个,他都有办法跟你辩。 但是讲到孝,大家都非常地同意。 这个是大家随时可以印证的事实。 我们世世代代,也许有很多因为时代的关系,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。 可是没有哪一代人敢公开说, 我可以对父母不孝。 这样,全世界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种行动。 就是他们常常喜欢到我们中国来领养小孩子。 你看他们成群结队的组成旅行团到中国来领养。 我就很好奇问他们, 我说你们自己没有子女吗? 他说有啊,怎么没有? 没有子女,我们根本没有养育小孩的经验。 我们怎么敢领养呢? 我说那你有子女, 为什么还要领别人的子女? 他说我们就喜欢子女。 我说那特别喜欢中国的? 他说当然当然。 我问他为什么? 他说你们的血液里面, 有一股我们比较欠缺的就叫做孝敬父母。 我想你可以从他们的反应来了解, 孝道其实是全世界都喜欢的。 只是有些民族他比较不容易做到而已。 有两句话, 各位也是非常熟悉。 叫做摆上孝为先, 望恶迎为守。 所以我们身为华夏子孙, 我们都是皇帝的后代。 我们必须要记住, 不管你在什么家庭, 那个孝道要世世代代的传下去。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,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说天下父母都是对的。 那是不合理的。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, 意思是告诉我们, 天下的父母基本上都是人。 只要是人, 他一定会犯错。 但是, 你是他的子女, 你就不要去想他。 再说严肃一点, 你根本没有资格去想他。 为什么? 因为那种养育之恩, 不是说你可以忘记, 你可以用什么来抵消的, 没有。 这样我们才知道, 为什么我们谁都可以谢, 就是父母不能谢, 大恩不严谢。 现在有很多, 特别是妈妈, 老喜欢学时髦, 告诉小孩, 谢谢爸爸。 他的目的就是要引诱爸爸, 也说谢谢妈妈。 这种不是很理想的。 你看人家给你倒杯茶, 你说谢谢, 那就没了。 人家看你零钱没有, 给你一个零钱, 给你放在买车票, 谢谢, 就没有了, 就抵消了, 就忘记了。 父母的养育之恩, 可以谢吗? 一辈子都还不了的恩情, 很多事情, 我们在笑这方面, 有它很独到的见解, 可是现在的人, 多半看到西方, 父母跟子女啊, 嘻嘻哈哈, 好像朋友一样, 觉得很新奇, 好奇我是不反对的, 但是盲目的学习, 那是非常可怕的。 中国人孝顺父母,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, 我们最起码要分成三个等级, 第一个, 大孝尊勤, 你真正的是一个孝子, 你这辈子的努力, 是要让你的父母, 能够扬名以示, 你看我们不管什么比赛, 只要你得到冠军了, 你会发现, 你的眼睛就赶快去找你的父母, 在哪里, 就在暗示主持人说, 我爸爸在哪里, 你最好让他出来, 让他有棺材, 这是人之常情, 外国人也没有, 没有, 外国人上去领奖, 我谢谢这个, 谢谢那个, 谢谢谁, 从来没有谢谢父母, 这两种你一比较就知道了, 到底, 谁才是孝, 我没有说谁不孝, 因为那是价值观不一样, 我们的一切, 都是为了父母增加他的光彩, 叫做光中要主, 这个不可笑, 一点也不可笑, 如果人只是为了个人的名利, 他很可能想得很近, 看得很小, 他可能会采取不适当的手段, 但是一定想到光中要主, 你会看得很远, 你会想得很广, 而且你会小心翼翼, 生怕出错, 这个是很难的事情, 有的人一辈子, 都没有办法光中要主, 现实生活中, 能够金榜提名, 富甲一方, 光中要主的人, 毕竟是少数, 大部分人的野生, 都是平凡度过的, 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, 没有能力做到光中要主, 又该怎么办呢? 所以有一个其次, 就是你第一个等级做不到, 那你向第二个等级去努力, 叫做不辱, 就是不使父母受到侮辱, 这点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了, 中国人有一个很妙的招, 就是小孩讲错话, 做错事, 我们不骂他, 我们专骂他父母, 那就告诉你, 你讲错话, 你父母会丢年, 你做错事, 你父母一定爱骂, 不当里面骂, 也背后骂, 谁家的子弟, 这么没有教养, 父母在干什么?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, 我没有面子是小啊, 我让我的父母蒙羞啊, 这个我怎么赔都赔不了了, 你就很愧疚, 所以你说中国这套设计, 这套架构难道不好吗? 会比法律差吗? 我们一方面不要因为我们而让父母受辱, 然后进一步要因为我们的努力奋斗, 而使父母得到荣誉, 大家有没有发现, 我们中国人算事情是算得非常长远的, 好, 我没有办法光中要做, 我有时候也难免让我的父母来骂, 受辱, 那怎么办? 那第三等, 最起码要能奉养父母, 今天我们只为了一句话, 说养子女不能要求他照顾你的老年, 这句话人家是说了完的, 你怎么知道他不受他父母, 他子女的奉养, 你怎么知道他子女愿不愿奉养他, 然后你就开始借顾说我没有办法啊, 我现在自顾不暇啊, 你们二老自己想办法啊, 甚至说你们二老有退休金啊, 你比我还有钱啊, 我还在照顾你干什么, 但是我请问各位, 你有父母, 你有子女, 你是对你子女比较好, 还是对你父母比较好, 我就问你这一点就好了, 没人敢回答, 因为你怎么讲都没用, 大家都看出来你对子女比较好嘛, 你对子女, 为什么这么好, 因为他们是你的未来啊, 你对父母为什么比较冷漠, 因为他快完蛋了, 他快报废了, 那你这完全是厉害关系, 这算什么亲情呢, 这打算爬嘛, 这个还有利用价值, 好好对待他, 那个, 哎, 已经没用了, 这算人吗, 一个人, 你每次对待你子女的时候, 就要想想, 当年的父母怎么照顾你, 你现在比你父母有钱, 你不能说当初他照顾你, 不如你照顾你的子女, 而应该说当时他比我辛苦, 他那样照顾我, 我应该更加的想办法让他过比较好的晚年生活, 这才对, 因为他还有未来, 他还可以奋斗, 他已经来到人生的晚年, 大家把两个比较一下, 这还算好的, 最起码你还有父母的观念, 你到公园里面去看, 他抱了一只狗, 老说妈, 你要照顾你自己, 我要抱狗狗, 我没法扶你了, 那就更糟糕了, 我没有反对你爱护动物, 我没有反对, 但是当你的动物跟你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, 你是比较照顾动物, 而不去照顾这个父母的话, 我不想你在干什么, 孝顺其实不是先天带来的, 我们再说一遍, 中文古为什么没有词经, 只有孝经, 因为词是先天带来的, 你不用教父母, 他自然会爱护自己的侄女, 可是孝是后天学习的, 为什么, 你看, 上一代照顾下一代, 所有动物都会, 哪个动物都不会, 没有母鸟照顾小鸟, 小鸟就死掉了, 他这个上一代照顾下一代, 这是天生的, 但是人跟动物不一样, 就是人后天会学习孝, 人跟动物不一样, 就在这个校, 你看人, 本能跟动物一样, 看到父母老了以后, 然后知道没有用了, 就把他拖到野外去, 然后自己回家, 过了几天过去一看, 被那野兽啃啊, 弄啊弄的, 觉得很凄惨, 如果是动物看了那样子, 他认为是自然的, 他没有什么感觉, 人就有感觉, 这不对啊, 我这样对待, 我的先人是不对的, 他就想办法回家, 买个铲子, 挖一个洞, 把那个放进去, 埋起来, 过一阵子一看就不对了, 被水冲垮了, 搞得乱七八糟, 我们那个祖先埋葬的魂,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, 远近起来的, 我们会胜中追缘, 我们会孝顺父母, 是一步一步, 后天学习来的, 那既然他要学习, 你就必须要教他嘛, 所以子女不孝, 其实父母要负很大的责任, 这样我们才会说, 把孝道当作家风, 一个很重要的一环, 如果他是天生的, 那自然就会, 那也不需要在我们这里里, 讲这么多道理, 我们现在把它归纳起来, 怎么样去教导, 你的子女会懂得孝敬, 只有一个办法, 就是三代同行, 我们现在想到三代同行, 就觉得, 哎呀, 那个这样那样, 找一大堆理由, 特别说我的小孩子, 和我最怕跟我父母住在一起, 因为他们老顽固, 他们很多观念跟我不一样, 我现代化, 你什么现代化, 你有什么现代化, 你不说话呢, 只要没有三代同堂, 你就无法教, 你怎么教啊, 你看三代同堂, 你怎么对待你的父母, 你的子女看了, 他就知道怎么对待你, 最现成的, 最方便, 而且就是我们家, 就是这样子, 有一家, 发生过这么一段事情, 那个小孩才到五六岁, 他什么不好玩, 他就去拿一个, 不想哪里来的, 小木头, 然后拿一把小刀子, 就这样一个一个扣, 妈妈说, 你不行了, 你这样会伤到手啊, 他说, 我要扣, 你要扣什么, 我要扣个碗, 你扣碗干什么, 碗多的可能, 为什么木头碗呢, 他说祖父, 吃饭的时候, 常常把那个碗摔破了, 你都骂他, 所以, 我扣一个木头的给他, 他就不会打破, 就不会挨你的骂, 你不要看小孩子很天真, 小孩子是无邪, 不是天真, 他没有人间这种邪念, 这种恶的观念, 没有, 他没有知识, 他有什么知识, 他只是说, 你怎么可以骂祖父呢, 那我将来, 我会骂你啊, 所以很多人他不知道, 这就是, 你所带来的, 你所造成的恶果, 他不知道, 只是怪学校, 只是怪社会, 有什么用, 好, 现在你买了一个, 所谓现代的房子, 你就只能够住一个小家庭, 那小家庭就没有办法善待了, 那怎么办呢, 那你想办法, 像我来讲, 我刚结婚的时候, 是跟我父母住一起的, 可是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, 我要调到比较远的地方去, 我就没有办法善待同堂, 那我就每个礼拜天, 带他们小孩回家, 小孩功课再多, 我说不行, 要回去看祖父母, 这样就够了吗, 你在这三代当中, 你可以很多事情, 你要怎么教你的小孩, 你直接去教他, 你不如说, 祖父不喜欢这样, 不然你回去问他, 我带你去问他, 因为人直接去告诉某人, 他多半天不进去, 哦, 是因为你不喜欢这样, 所以我才不能这样做, 你看我们以前家法伺候, 就是这样做的, 你看小孩做错, 你要打他, 他心里想, 你为什么打我, 那糟糕了, 我们没有啊, 我们做爸爸的看到儿子做错事情了, 我们就像祖宗牌位跪下来说, 列祖列宗在上, 我这个不孝子孙, 今天非常难过, 非常惨规, 因为我没有教好这个小孩子, 所以他的错, 你们不要怪他, 通通算在我身上, 我跟你磕头, 小孩听你有什么感觉, 他还赶快跑过来磕头, 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人怎么做法, 就一直批评这个那个那个,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, 那最好的教育方法, 最好的传承, 最保险, 最安全, 最方便, 最有效, 效道在中国传统家庭中, 是比较容易传承的,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, 不仅三代同堂的家庭越来越少, 家里有祖宗牌位的家庭, 也是难得见到, 在家庭环境, 已经完全不同的情况下, 我们又该如何教育子女, 传承效道呢? 我们其实把效, 把它归纳起来, 你要怎么让你的子女, 做到一点, 你就成功了, 就是让子女心目当中, 有父母的存在, 就这一点而已, 可这一点能讲吗? 不能讲的, 讲没有用, 你是我儿子对不对, 你心中要有我呢吗? 他笑死我心中怎么有你呢? 那什么叫有你, 什么叫没有你呢? 你只能做给他看, 你无法说给他听, 我们自己心中有父母, 你怎么表达给你的子女, 这是父母要做的事, 这是要传承, 你看, 爸爸从外面带东西回来, 妈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? 谁送的? 这小孩就知道, 做人是要送你的, 从中从这里学来的, 你怎么可以让你的子女, 问他谁送的? 你应该问, 这是什么东西? 要不要换冰箱? 会不会坏? 先把这个心安顿好, 再抽起来, 然后就想到说, 这个是主妇最喜欢吃的, 为什么叫主妇? 他是你主妇吗? 不是啊, 中文教是跟着晚辈教, 不是跟着你教的, 可见我们处处都在教小孩, 这个东西, 主妇最喜欢吃, 那爸爸就说, 人家是送给你的, 送给我没有关系啊, 我收了, 但是我可以送给主妇吃啊, 就够了嘛, 这样就够了嘛, 不必再啰嗦了, 再啰嗦是反应效果, 瞧就懂了, 潜移默化, 这就叫潜移默化, 我们要从自己做起, 小孩子能就懂, 你要爱护身体哦, 你是不能生病的哦, 你生病啊, 我是忙一点而已哦, 主父母会担心哦, 老人家不能让他担心了, 就够了, 就够了, 你心目当中时时刻刻有主父母, 你的子女一定有你, 那小孩心中有父母, 他出去看, 他敢乱说话吗, 你看他出去, 第一个就想到我说这句话, 人家会不会骂我爸爸, 人家会不会揍我妈妈, 就够了嘛, 还有一点, 就是说他心目当中有父母之后, 他去工作以后, 他心目当中有主管, 有长官, 他不敢跟他平起平坐, 他怎么敢跟他平起平坐, 老人家我是问过很多高阶主管, 我说你对你的干部, 对你的员工, 你最大的要求是什么, 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, 都讲什么能力啊, 这个那个那个, 讲那没有用的东西, 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不在乎, 我们只在乎他心中有没有我, 他心中有我, 他的话我敢听, 我敢相信, 他心中没有我, 他越能干我, 又提防他, 这才对嘛, 心中有父母其实是我们家风网络里面一个最重要的那一个纽带, 那个一破灭, 整个都完蛋, 都是虚伪, 都是虚假的, 这样子, 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天地君亲师, 就是说老师最大的使命, 让你学生, 心目当中, 先有什么, 你看诗的上面是什么, 亲, 要有父母的存在, 有了父母的存在, 然后再到君, 他就有主管的存在, 然后才到有天地的存在, 老实讲一个人只要时时刻刻想到自己父母, 时时刻刻想到自己的, 那个叫衣食父母, 这个叫做养育父母, 那个都是父母, 然后你知道有更大的天地, 如果没有天地, 君跟亲都不存在, 你就一辈子不敢万本, 也不要嘴巴都讲感恩感恩, 你看今天嘴巴讲感恩感恩, 很少人真正在感恩, 很少, 我说过了吧, 那就叫口头禅, 那是不切实际的, 真正心里头有人大概都不会讲的, 不相信你去跟你的老板讲讲看, 你说老板, 我心中有你, 那两个人都蹲在那里, 你知道这样子吗, 这种话人讲了, 讲了就不可靠了, 他感觉到你心中有他, 他会相信你, 你讲了他是一百个不相信, 你干嘛讲这个, 可见你没有吧, 所以家风, 怎么样把笑道, 把它回复起来, 把它重整起来, 这是最最要紧的, 谢谢, 请准复你这一通过, 赚上来, Farm到一个不粉丝, 两个不粉丝, 前面化, 八个不粉丝。 干嘛,